平洞县泰伍乡族人去年在体育活动中表现突出 包括参加东亚运动会柔道项目夺得银牌的红小童 以及在全国原住民运动会获得佳基的平和春拔河队 泰伍乡公所为了鼓励这些选手和教练 特别举办了体育表扬活动 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一些肯定 更多的支持更多的奖励点这些代表我们相来参加比赛的 不管是国小国中高中甚至社会大学生 这次获奖的总共有108人 包括社会组国高中组以及国小组 尤其又以柔道项目得奖最多 除了我们在地方上能够替我们太武乡 更能够增加我们知名度之外 我想实质上的对于我们选手跟教练都是属于正面的 可以当作一个目标去努力 就推动泰伍乡的运动发展 今年除了是历年获奖人数最多的 获奖的运动项目也趋向多元化 像是排球国标舞项目都有优秀人才 也期待有更多泰伍乡子弟在体坛上发光发热 原则新闻八浪评冬泰伍传播到